我自己剪的这个发型 反而比之前那个理发师给我剪的那个叫啥 就是我想要一刀切吗 我觉得比他们剪的还要好一些 就是因为我在想 就是 就是因为 他们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就他们那个职业要求不能那么干 所以他们剪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们都会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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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半天剪出来 可是它就是不是一刀切的效果 就是我感觉要是那个大的长剪子 然后把这个头发给它来个 就是给它纸板给它唱直了 然后这样剪我觉得会更好 可是我现在呢 因为我家没有 我没有纸板 所以说 没法烫 没法烫呢 我这个头发呢 就特别的 它自己就有这么一个弯 就哪怕你看我剪齐了 它还是会扣过来 它说你必须剪出 下边剪出小小的一点层次 可是现在我感觉根本不是 我自己就给它剪齐 你看我都剪了两次了 然后它也还是往里扣啊 又不往外剪 所以也可能是我的头发比较顺啊 也可能是 除非我在买个纸板 我觉得才会更时尚一些吧 我今天呢 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我前两天不是接受了一个 就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 大四一个女孩子的一个采访啊 他就是要做毕业论文啊 然后需要一些 就是关于老年人做自媒体的这么一个 他要做一个调查调研 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相当于我自己梳理了一下 就是我做自媒体差不多 4月20号 马上还有两个月 就到三年了啊 然后正好借着这个 他这个采访的这个机会 然后呢 我也就 他问我说 你这个 做自媒体以后 你觉得有哪些收获 我觉得我的收获呢 就是我脱口而出的就是 我对这个人 人性 了解的更多了 因为样本量大 你像我们过去哈 说实话 在公司里边接触的 也就是你周围的那个 一般公司里边的那几个人 包括你周围的相关这个 有关系的这个合作的这个部门的这么几个人啊 所以说就是天天忙着工作 好像其实你跟社会上跟人群的接触并不多 我只是那么一个小群体 只能接触那么一部分人啊 然后退休 退休以后呢 我唯一跟社会上的联系 反而就是投资房产 因为需要出去看房子呀 然后跟中介打交道啊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 等于永远是那个接触的人群 它很局限性很强 就是永远是那么一部分 一部分人群 所以其实呢 就是通过这个做这个自媒体啊 让我对这个 这个人群啊 也可以说是人性吧 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就你比如说 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啊 就是我在刚开始做自媒体的那个 有半年多的时间啊 就是有一个女的啊 就是她那个头像是个穿红衣服的 所以我心里头就把她认定叫红衣女 她呢就很快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永远是说一些特别不靠谱的话 就是她是那种就是思维特别负面 就是我不管说什么 不管我的视频讲什么 包括我的飞头条写什么 她永远是那种就是持否定态度 其实如果她只是持否定态度 不会引起我的注意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任何一件事情 不同观点非常正常 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她为什么引起我注意呢 她是什么样的一个负面的东西出来呢 她是想象 就是她认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呢就是你不管说什么 她都在胡说八道啊 说白了就是胡说八道 来证明她是对的 你应该是这样的 你不是你说的那样 就一直是这样 我当时哈 你比如说 我记得的 其中她给我的一个定性是 我是属于那种 在家里边就是 谨小慎微 就是很害怕老公 然后所以得巴结老公 她认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呢 就是 当然她还给我 就是她给我定了很多标签 然后留言很积极 而且每一次 就是我说 我说什么什么 她都会留一段言 留一段言里边 就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 她自以为是的 这个东西来说 就是我当时哈 心里头 是怎么个想法呢 她所有的留言 那半年之内 就是 她是唯一 引起我注意的一个人 然后这半年之内呢 就是她所有的留言 我都给她回复 我给她回复 不是怼她 我是纠正她 就是她说的那些 就是她脑袋里 有一个勾勒出来一个我 是她想象的 然后她就每一次留言 就是 我说什么 她说不对 你不是这样的 怎么怎么样 就是她都不是说 你可能会怎么样 她完全都是肯定的 她就认定我 就是一个 就是在家 是个小媳妇受气的 我也不知道 她咋得出来的 这个结论 如果只是这样还好 就是 她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而且无中生有的话 我就一直给她留言 纠正她这些东西 然后 我为什么这么做呢 其实一般来讲 我可以不理她就完了 可是为什么 我去做这个事呢 现在 现在回想起了 我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事 可是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会做呢 就是我有一种 就是天生有一种责任感 就是总会觉得说 哇 这个人 这种负面思维 而且想当然的 这个习惯 对她的人生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 好事情 我希望呢 就是点醒她 让她知道 就是很多时候 你想象的那个事情 跟实际是差十万八千里 实际不是你想象的 那个样子 就是我一直想让她知道 世界是多样的 不是你想象的 每个人也不是你定位的 我一直想让她懂的 这个道理 就是说实话 我其实是花费了很多心血 每一个视频都 每一句留言 我都给她留言 宁可别人不留 就是不回 我也会给她回 然后我感觉呢 她没有任何的收敛 然后我就写了一篇微头条 这篇微头条呢 我就把我的这个意思 写出来了 因为我知道她什么都看 就是我的微头条 视频她都看 然后我就说明了 就是我为什么 就是我没有点她的名 但是我说了 有一个这样的网友 然后每天这样 然后我为什么 去回复这个留言 其实我是想怎么样怎么样 我把这个东西都 掏心窝子一样 写出来 然后她又留言了 我以为啊 就是因为我总觉得 人和人是可以沟通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回我把我所有的目的 我所有的想法 都说给你听了 你应该好好想想 是不是你 你每天胡说八道 那些东西不太合适啊 然后是不是你应该 改变一下自己啊 其实说实话 我当时是有点那种 像那种就是 把自己当成一个救世主一样 就是想帮她一把 我其实是这么一个角度 然后我那个 写完这个微头条 我想她应该懂了 她说 不管怎么样 你还为她写了一篇微头条 就是特别的洋洋自得 她是觉得 我每天给你这样说话 这样留言 你让你深受 其扰 让你关注到我 然后你为我 废了很多心思 然后她觉得 很有成就感 就是洋洋自得 然后她还假装 不是她 哇 就是那一瞬间 我看到她这个留言 我就没有再留言 然后 把她拉黑了 她是我 到目前为止 快三年了 就是关注我的网友 里边 唯一一个拉黑的人 就是她 就是从她身上 我是第一次 意识到 哇 原来这个世界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不是所有的人 都可以沟通的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善良的 有些人的心里 是龌龊的 有些人的心里 就是阴暗的 对于这样的人 你不需要去做太多 这是我从她身上 得出来的一个 经验教训吧 其实也就是 从她以后 我再也没干过 这种 想去拯救别人的 我才意识到 就是 太单纯了 别看我60岁了 还是心底里边 还是有那些 很纯净的东西在 这种本性上的 那种 东西 包括现在 我这个年龄 我还是有一些 这样的东西 就是 人家说天真也好 还是纯真也好 我身上还是 还是有这些东西的 但是我现在 确实比之前 有了很大的进步 就是我 从她这个里边 一个是人 很多人是阴暗的 你不要指望 你的善良 你的好心 能让她回心转意 不可能 还有一点就是 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沟通的 很多时候 我们会觉得 想尽办法 跟一个人沟通 就哪怕是夫妻俩 我现在知道 不是的 很多人说 你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夫妻俩 你跟她说清楚 然后你怎么怎么样 如果说清楚 就能解决问题的 就不是问题 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定是沟通不了的 就是 你苦口婆心也好 你是想方设法 把这个事情 摊开了 展开 没有用 所以 就是 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沟通的 尤其是像这种 这种 陌生的 就是你不要指望 去沟通 因为这里边 除了就是 她还有一个 就是除了这 什么性格呀 包括你所受的教育呀 包括你的 什么什么眼界呀 就是方方面面的东西 就决定了 很多的时候 没有办法沟通 它其实是在两个频道上 就是你的沟通 完全 不在一个频道上 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是我总结的第二点哈 还有一点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 就是我跟你素不相识 就是为什么你会那么恶毒 其实素不相识也一样 会有人恶毒 本性吧 应该是本性 她从这里边会可以找到快乐 我记得就是 在那个红衣女 我被拉黑 我把她拉黑以后 不久哈 就又有一个人 你看很多人留言哈 她有些人一下子就会跳出来 引起你的注意 就是因为她不一样 不一样 你一下子就能感觉出来 就是这个人 人 这个心力啊 是个什么样的心力 你一下就能感觉出来 她的手段比较高明 她不像那个红衣女呢 她是属于那种 红衣女是属于那种 说白了就是 明目张胆的 胡说八道 瞎编烂造 她是属于这样的 所以你一看就是个 就是她让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她是一个就是 一个不靠谱的人 不着调的人哈 就是我估计别人 你要是说看我视频时间长 你也能看出来 她是个不着调的人 可是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是什么呢 表扬你 先表扬你 给你戴一个高帽子 然后下边来恶心你 她恶心的你呢 还是那种表扬的口气 恶心你 然后让你呢 就像吃个苍蝇一样 你又不能说什么 你说什么就会觉得 你这个人怎么就是 怎么那个 就是不知好歹啊 人家都在表扬你 其实她那个表扬里夹杂着一些 就是恶心你的话 然后你想想 就是我其实是很敏感 在人群当中 我基本上接触一个人 我很快就能 我很快就能看头这个人 是个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就包括语言 就是我 我会有画面感 就是我看到你的语言 我会有画面感 就是属于比较 第六感比较敏感的人 我应该是属于这样的人 所以就是你这个人 是不是善良的 还是不善良的 是滑头的 还是实在的 就是我 我基本上不用 跟你供多少事 不用 我基本上能判断出来 八九不离十 所以呢 就是她这个人 我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然后我心里头就会觉得 这不是我个人多心 敏感 不是 为什么呢 后来我发现 有一个网友看不下去了 这个网友给他留了一个言 这个网友留言是这么说的 原话记不住 但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 你就像那个 美丽蛋糕上的一颗老鼠屎 然后下边怎么说 我记不住了 反正就是特别形象 就是那种 看着很美丽 但是那块就有个老鼠屎 它就是恶心你的 就是 它的那种 就看似很 很高明的 那种小花招 然后 恶心你的那个小花招 就是 有人看出来了 因为 因为网友当中 说实话 我感觉 关注我的网友 聪明人不少 水平高的人也很多 所以呢 有人看不下去了 然后 说了这么一句话 她 我基本上 很少回复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接受教训了 我已经不再像红衣女那样 还去想去拯救人家 就是我已经知道了 这不是一个善良之辈 就是 我就看着她表演 有人看不下去 那我心里还挺欣慰的 我是想 原来有明白人 这就好办 就怕你周围的人 都是糊涂蛋 都被她去 去 去 带 那叫啥 带节奏 然后我想 还好 然后呢 她 没有收敛 然后又有一次 又说 这个时候 我就跟她说话了 我说 我希望你能明白 你 还能在这 说东说西 这个大前提 是我允许你在这说 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然后从那以后 再也不来 再也不说了 也不来了